歡迎收看周日的東橋VLOG 我是包博 我是瑋恩 我們今天這一集是日光旅遊的第二天 開始玩囉 大家早 早安 西窗 早安 早安 我們已經是第二天了 現在大概是八點快半吧 我們馬上去東照宮囉 現在才八點四十幾分 東照宮這邊 那今天是禮拜一喔 就已經排那麼多車子了 我們在東照宮發現什麼東西 上島咖啡 超想進去喝一杯 現在還不行 日光東照宮的參拜 進去要一千三百元的門票 然後可以看到五個國寶 以及許多重要文化財喔 好 真的辛苦拍完 我們時間到了比較早 所以人還沒有那麼多 那拍完之後我們現在要做什麼 終於可以吃剛剛看到的上島咖啡早餐 好累喔 外咖啡店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最珍貴的一杯咖啡 這種拍攝行程都很趕然後又很忙 炒炒吃個早餐 終於吃完早餐囉 我們現在要去拉你了 我們要回到中餐四湖那邊去補拍一些東西 開車大概又一個小時左右吧 我們現在到了什麼地方呢 我們現在到了湯龍 其實我覺得真的還蠻壯觀的啦 但是因為今天遊客實在太多了 所以沒辦法拍出太美的畫面 現在來到了哪裡囉 戰場園 這地方雖然叫戰場園 但其實沒有發生過任何真的戰爭 對 其實是呢傳說中啊 有神明為了要搶奪中禪四湖的時候 然後在這裡發生了戰爭 又是一個停車場的轉場了 對啊 兩點啦吃飯啦 我們現在到滾路川了 開了蠻久 真的很累 來吃這家餐廳叫什麼了 八家 天豆蕎麥麵 畢木現產的雞肉的青子丼 這皮啊非常的酥脆 然後這個菇的也非常的香甜 還有這個青子丼啊 最好吃的地方是它的蛋 因為它這個蛋呢 煮得還有一點點半生熟 然後它本身的質地也很不錯 我們現在去日光旅遊的最後一站 紅王霞被我搶走了 原本以為我們最後一關會 會非常非常的輕鬆 結果發現好像走很晚 我們這次的日光兩天一夜拍完囉 但是呢我們還要在還車的路上再去拍一個Outlet 加油啦 努力 停車場轉場 我們已經來到左野的什麼Outlet Premier Outlet 我以為這集Vlog就沒有這次來了 結果呢我們發現 竟然在這個Outlet裡面有日出茶套 喝奶茶囉 幸福啦幸福啦 幸福啦 竟然拍Outlet特輯還可以喝到台灣奶茶 耶 乾杯 好啦 Outlet的Cart也拍完 接下來要做什麼 接下來吃晚餐囉 吃晚餐我們也要再拍一個東西 我們找了附近的台灣還沒有的和桶壽司 結果呢我們走了十幾分鐘到和桶壽司 發生什麼事情 實在是太多人囉 所以我們打算回東京再吃 呃 換車了換車了 以上就是這次兩天一夜的東橋智光型的Vlog 以後我們的Vlog還會去更多的地方 然後做更多不一樣的主題給大家看喔 走走走走 없고 再次見 快更快 走走走走 好 caught mnie